高远球侧身总是不到位怎么改 这样讲三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 原地的不用球拍都可以 我拿着球拍你们不要管 右脚蹬地转宽侧身 然后左脚回来 右脚往前走一步 左脚往前找右脚的时候 落地同时转宽 右脚上左脚上 落地转宽 然后坐快点 如果做的比较顺了以后 这个是分快慢的 慢的就是这样做的 这个是一个转宽的练习 做快一点就是 你就可以这样快慢结合着刺激它 这是第一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带球拍 准备动作做好 蹬地侧身驾拍 你说想象这有一个球 蹬地侧身驾拍 或者你扔一个球给它 它看到球 蹬地侧身驾拍 养成肌肉记忆 这是第二个练习 第三个练习就是在球场上的后侧垫步 后侧垫步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往后两侧走的垫步 蹬地转宽垫步 蹬地转宽左脚垫步 就这样 这个就是长距离的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练 比如说我这样准备 你打我后场吧 对吧 你打我这边 对吧 就是练这个反应动作的 这是一个羽毛球的专项的动作 这三个练习都可以去练一下 好吧